有,经常我听说有人起名啊,你说起四个字的名字,中国人起四个字的名字不是好,不太好 不好的,那一般我们是三个字哈,如果两个字呢? 两个字嘛,坐不住呀 啊,坐不住 两个字的名字,人都到了晚年都不行了呀 哦,是这么回事 啊,还有这个字,两个字的话,那重叠的名字肯定很多,像这样阴天阳天会不会搞错人啊 不会的,因为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 啊,是这么回事 啊,这个气场是最重要的 啊,名字相同有什么关系了 名字相同你没那个命 你听得懂吗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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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国人你随便找,找一百个叫拿破仑的好了 啊 啊,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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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们都能像拿破仑一样伟大吗 啊,嗯,啊,对 有的人名字太大了,他突然说就不停的生病 最后想到十几十几十就死了 你,你的名字会把他压死的 取得太大的名字也不好啊 啊,还有我听你以前的那个讲的时候 说那个古人的名字最好不要去 不能用的 啊 过去有一个双胞胎呢 那他爸爸呢,冬天文学呢 啊,常常的时候有一个一对很富有的双胞胎 他就把这两个名字放在孩子身上了 这孩子自从有名字之后 不停的生病啊 你这个倒下了,那个倒,那个倒下那个倒,倒没倒透了 啊,啊,倒得不得了啊 后来叫台长看,台长一看吧,你们都知道的呀 嗯 他两个人的亡魂在他们身上呀 还有是不是这两个人这个福分没有啊 对呀,你如果,你如果命中很有钱的话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给了也不好 明白吗 你去看看好了,哪有名字一样的啊 嗯 明白了吗 你比如说你现在李嘉诚有钱 你在下一辈子,你再出来一千个李嘉诚好了 有几个人会想李嘉诚要有钱了 有几个人会想李嘉诚